虽然前几天,克钦独立军的总司令康文忠驾突然去世,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前线作战,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越打越猛,与缅军在克钦帮的地盘上硬钢,打了两个多月,克钦联合军夺取缅军多个据点,缅军节节败退,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要不了多久,驻扎在克钦帮的全部缅军会被赶出克钦帮,就像国杆同盟军把驻扎在国杆的缅军赶走一样,现在的国杆地区已经没有缅军,完全是同盟军自己把守。 这才叫真正的自制,而克钦帮的土地上依然驻扎着大量的缅军,克钦独立军发动0307行动,就是想模仿国杆同盟军的1027行动,把缅军全部赶走,真正当家做主人,眼看着形势不利。 缅甸竟然准备重启密松水电站项目,关于密松水电站项目,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密松水电站的建设地点选定在克钦帮,具体位置在麦里开疆与恩煤开疆的交汇处,距离汇合点大约7公里的下游。 这个宏大的水电项目包括了7座大坝的建设,它们共同的装机容量预计能够达到2万兆瓦。 每年平均能够产生超过10001000瓦时的电力,在缅甸长远的30年电力发展蓝图中,这个项目占据了将近一半的装机容量, 对于该国电力产业的成长和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006年,缅甸政府邀请龙哥这边的电力投资集团,投资开发缅甸的水电项目, 并在同年12月与龙哥电力投资集团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计划首期建设密松水电站。 2009年6月16日,龙哥电力投资集团与缅甸电力部水电规划司签订了一江上游水电项目协议备忘录。 正式开启了密松水电站的开发、运营和转交工作, 然而,2011年9月30日,缅甸当时的一把手吴登胜宣布, 在其任期内搁置密松水电项目,2013年3月历经长达一年半的沟通, 我们的人员和单位都还坚守在岗位上,以方便随时可以开工, 最终于3月撤出了全部参见单位和设备, 这意味着龙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密松水电站项目, 搞了一半,变成了烂尾项目,给龙哥造成巨大的损失, 现在缅军眼看着克钦帮快保不住了,在这个结果眼上。 缅甸又想起了要重启这个项目,继续让龙哥接着干, 无非就是想把龙哥牵扯进来,让克钦独立军忌惮三分, 还记得脚漂岗协议吗? 之前也是一直没有谈好,就在缅北三兄弟联军打得缅军节节败退之时, 缅甸军政府爽快地同意了。 把缅漂岗租给我们99年,为啥这么爽快,还不是想把龙哥牵扯进来, 若开军在夺取这些地方的时候,就不敢乱来,租出去总比失去好, 如果不租,若开军直接就抢占了,到那时一毛钱的好处都捞不着, 现在缅甸准备重启克钦帮的密松水电项目, 其实跟缅漂岗有一曲同工之处, 前不久,龙哥在边境搞了两次士兵实弹演习,震慑了民族武装力量, 只要龙哥参与这里的项目,克钦军就不敢乱来, 这样就不至于完全丢失克钦帮,龙哥的态度一贯很明确。 你们怎么打势你们内部的事, 只要不损害我方的利益和边境安全,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缅甸的算盘打得真响,我在千里之外都听到了, 此时想重启密松水电项目,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相信我们的决策者会计高一筹,不仅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还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克钦独立军的疯狂进攻, 已经快把克钦帮的缅军吓坏了, 克钦帮手俯视密兹纳士,已经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缅军正准备关闭密兹纳士的出入口,准备全程戒严, 因为巴默县城附近的城镇防守战失败, 缅甸首都内比都的大关,准备开始清算缅军指挥官来记齐, 5月21日开始,密兹纳士全城恐慌, 正在大量抢购生活物资和药品, 缅军也在城里大量抓捕疑似克钦军的建地的人员, 因为大量克钦军的武装人员化妆后混进了密兹纳士, 准备拿下这座克钦帮最大的城市, 克钦联军开始对巴默县周边多个据点发动进攻, 并成功占领了其中大部分据点, 只有少数据点还在亡抗, 但是没有缅军的支援, 早晚巴默县周边的据点要彻底崩溃, 现在搞不清楚的情况, 就是克钦军准备核实进攻密兹纳士, 克钦军已经开始攻击密兹纳士的空军基地, 让缅军的增援部队无法通过空运赶来密兹纳士, 这是克钦军的战略最明显的地方, 克钦军的指挥能力何时变得这么强, 毕竟从1961年建军开始, 克钦军一直是被动挨打, 怎么这次就这么强悍, 博主有理由相信是米国派的军事观察团在指挥克钦军作战, 要不然怎么就这么猛, 搞不好可能装备了星链, 才会如此强势地攻击缅军据点, 克钦独立军的进攻部队, 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 在攻占了缅军321营基地后, 缴获3000多万免币换成人民币, 大概6万元, 算不得什么大钱, 但也够克钦军进攻部队晚上加个大额腿了, 缅币是真的不值钱, 这么一大摊钱, 竟然就值人民币6万元, 估计进攻的克钦军数钱要数得脑袋大了, 克钦军和缅军的战斗, 在周围广大区域进行, 在少佬、孙布拉棒、葡萄、帕杆、巴默、摩帽、 曼西、瑞谷等阵区, 也持续爆发激烈冲突, 双方是进入战略决战时刻, 也没有任何谈判, 直接就是打就完了, 毫无任何停战可言, 克钦军等待这一天, 等了60多年, 在缅北1027行动的时候, 克钦军基本上没什么大战, 而是在周边负责简陋, 等待1027行动结束, 克钦军随即发起0307行动, 打得缅军不能自理, 战斗还在持续, 不知道何时才会休战,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停战的, 缅北国感有临时刑法了, 国感在光复之后, 完全废弃了白索城政权时期的一切政策与法条,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感是一个没有刑法的地方, 这人哪, 如果说没有规则的约束, 是很容易放飞自我的,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国感同盟军也非常的头痛, 这些群众因为没有刑法的约束, 没有相应的惩罚, 所以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干着一些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比如试人, 抢劫等等, 尤其是在年初一月上旬这个阶段, 当时同盟军刚刚拿下国感, 还有很多白索城时期的相关人员, 他们趁着混乱, 浑水摸鱼不说, 还穿着同盟军的衣服, 到处打家劫舍, 拦路勒索, 给刚刚入城的国感同盟军, 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你想啊, 同盟军刚刚光复国感, 工作还没有理顺, 还有很多白索城遗留的问题, 急需解决, 根本来不及启用新法, 所以, 在一月十九日, 为了遏制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国感同盟军军事委员会, 出了一份临时的定罪通告, 凡是穿着同盟军军装, 进行拦路打劫, 入室盗窃的, 不管是假同盟军, 还是真同盟军, 只要是穿着他们的衣服, 干出这些行为的, 一律死刑, 当时这样做, 确实扭转了混乱的局面, 谁不怕死啊, 但是好景不长, 随着国感政权的逐步稳定, 国感依然没有自己的刑法, 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本就清苦, 一无所有, 再加上受到白索城时期养成的恶习影响, 很多普通的百姓就会突破良知, 管他道德不道德, 先让自己吃饱, 先让自己活下来, 慢慢的, 大量的违法行为再次滋生, 比如, 善人, 绑架勒索, 抢劫, 故意伤害, 电信诈骗, 非法拘禁, 贩卖人口, 要成立国感的新法, 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那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要通过问卷调查, 做谈会, 公开听证会等多种方式, 收集不同群体的意见, 在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后, 需要组建一个跨学科的工作小组, 由法律专家,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等组成, 他们将负责起草新法的草案, 这个草案需要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 以确保其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草案完成后, 需要进行公开的征求意见阶段, 让社会各界有机会对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阶段至关重要, 因为它可以进一步确保新法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在征求意见结束后, 草案将根据收到的反馈进行必要的调整, 之后, 新法草案将提交给立法机关进行审议, 立法机关需要对草案进行严格的审查, 昨天, 国敢军事管制委员会制定了一部刑法临时管理条例, 对违法行为明确了相应的处罚细则, 这些细则看起来是那么的眼熟, 大概率是借鉴大哥的吧,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一点, 不要重复造轮子, 在任何领域都有人走在前面, 都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借鉴, 千万不要从零开始, 个人事业如此, 地区发展如此, 国家心理也如此, 写到这, 我想起了刘邦, 刘邦攻破秦国都城咸阳后, 萧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没有搞破坏, 而是带着人用最快的速度保护了大量秦国的资料, 其中包括秦国的法律文书, 户籍档案, 历史文献, 地图和地理资料, 天文历法, 这些资料可以为汉朝的法律建设提供借鉴, 可以帮助汉朝了解秦朝的治理方式, 吸取其经验教训, 为汉朝的治理提供参考, 也为后来的汉朝乃至整个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